近日有网友偶遇了在北京燕燃儿童医院参加活动的李燕 这还是李燕第一次出现在这家医院 瞬间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照片中李燕穿着一件黑色针织吊带 景深的款式将她的身材修饰得十分完美 下身搭配一条浅色牛仔裤 辣妹风满满 只见她盘坐在地上 身材纤细无比 一些网友调侃 年轻就是好 可以在大冬天穿得这么凉快 属实羡慕了 不过这一次露面的李燕 不但向大家展示了她的好身材 还给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东西 从现场晒出的照片看 李燕和著名艺术家冯瑞 在医院门口进行绘画创作 李燕主要绘画的是海底世界 有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 画风清新可爱 看来李燕在国外主修美术绘画 没白学啊 最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更是大放从容地讨论关于工艺的事情 虽然才仅仅15岁 但在众多的镜头面前 丝毫不怯场 浑身上下气场 不怯场十足 一些网友表示 越来越有王妃的饭了 众所周知 李燕从出生就患有唇恶劣 经过王妃和李亚鹏四处求医 最终经过手术治疗 李燕终于痊愈了 而这时王妃和李亚鹏也宣布离婚 或许就是因为李燕童年不平凡的遭遇 练就了和王妃身上一样清冷潇洒的气质 在十几岁时 就拎着五位数的包包和小姐妹逛街 喝下午茶 在社交平台晒她的日常穿搭 自拍美照 画着精致成熟的妆容 永远走在时尚前沿 因此被称为最自由的新二代 希望李燕永远保持着 现在乐观开朗的心态 也希望她在绘画领域能学有所成